《七十六太陽報》 招顯聰空襲警長收達 2015年7月10日港民A20 本報信 《香港徒博民族自決會成員》招顯聰 30歲 報稱無業 於去年11月27日凌晨在旺角市郵街溝時 涉嫌以其空口頂藏一名警長的空口 被控襲警罪 朝早前在九龍城法院受審後 作被裁定罪名成立 裁判官只由於案情嚴重 而招亦有刑事案底 明然將判處監禁 現先撒取背景報告 將招收達到本月22日裁判刑 官 招便解難以置信裁判官作裁決稱 越習警長的證供可靠 合乎程理 至於招公稱當時無緣無故遭警長勾頸 以及遭警員拖出馬路拳打腳踢 但裁判官不信警員在眾戶攜下會拉招出馬路群扭 故認為招的辯解難以置信 另外 20歲香港專業教育學院藍生調國康於今年3月1日 在光復元朗反水貨客示威中 聲稱欣獲到一名總督察拉扯一名少女的背囊堅帶 故用水瓶頂鐘總督察又大腿 照被捕後在警戒下更說 男人大丈夫 做得出唔怕刑 照作在屯門法院承認襲警罪 獲准保釋至8月5日 等候法庭撒取感法及社會服務令報告裁判刑 案件去7編號 期 CCC 42444 G.M.C.C. 5755 中文字幕《該死》中文字幕《詠勳》中文字幕《詠勳》中文字幕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